你追 還是浩南哥出馬有用 不過在監察官面前 補了他一刀 我想酸棒這次 吃不完鬥著走 搞不好連軍服也要脫掉 你這個笨蛋 我只是要警告他而已 不是要脫掉他的軍服 你現在這樣子弄 到時候他錢還不出來 我找你要 不是 浩南哥 我正想說 給酸棒一點點教訓 就憑你 算了吧 要你討個宅跟俗辣一樣 還不是要我親自出馬 才能搞定 像你這種人知道 我看就留在軍中 當米蟲比較適合 不要 浩南哥不要 我 立正好 好 蕭德基 監察官已經找到你們個別問過話了 所以我在這裡 也不需要特別迴避了 我要你很清楚的告訴我 你跟程浩南之間的關係 他是我老闆 你要說大哥也行 好 我還聽說之前 你幫程浩南恐嚇孫排長 逼孫排長還錢 有沒有這回事 是有 可是不是恐嚇 我那個只是傳話 事實上 孫排長真的有幫人家作保 欠債還錢 本來就天行地義 那孫排長債務的問題 我就暫時不過問了 可是 你跟程浩南那一幫人 混在一起 一點好處也沒有 難道你要一輩子 靠討債的過生活嗎 我看你的個性 要打架耍狠 你也狠不起來 不要說是羅剛跟亞海森 就算是葉大同跟陳天兵 你也未必能贏 難道你真的覺得自己 可以在那種心風血雨 逞胸鬥狠的環境之下 生存下去嗎 林長 但是我不想混也不行 我書又念不好 我又沒有一技之長 如果我不跟著浩南哥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沒有一技之長可以學 不是一定要做非法的事 才能生存嗎 林長 你說的這些 學校老師也說過 但是我就是不要當苦力 想要賺一些輕鬆錢 誰知道原來 黑道真的這麼難混 既然這些道理你都懂 那林長就不重複了 可是林長要提醒你 有一個很嚴重的毛病 那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有幾兩重 你要當老大 就要當大哥的本事 但是沒那個本事 最好安分守己 要不然難保有一天 你會在哪條街上混濕街頭 林長 不能倒霉吧 如果你不信邪的話 儘管去試 可是 那可不比部隊裡面 跑五百障礙 做錯了可以重來 在外面的社會混 動刀動槍 打打殺殺 子彈飛過去 飛死即傷 以你的身手 躲過第一次 未必見得能夠躲過第二次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現在回頭 還來得及